在成为花花的干妈之前 陈圆润女士也是个小女孩 因为小的时候营养不良 头和身体各长各的 于是被粉丝系称叫小狗 幼年时期的小狗酷爱挖矿 经常黑得像个煤球 有网友说 它看起来像是被屁崩了一样 就连基地给出的评价 都是不太爱干净 圆润小的时候 是同龄熊猫中最聪明的 据说有一年临近年关 它独自爬上了小树 等到奶爸发现它的时候 它正仰着头看烟花 但圆润的眼神中 永远透露着一股清澈的愚蠢 我想可能是因为 它从小就生活在爱里 四元干妈对圆润视如己出 养得胖嘟嘟的 所以当狗狗自己也做了干妈后 它没有因为花花不是自己的孩子 而忽视它 相反它毫不吝啬地 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花花 天气炎热的时候 润润害怕花花晒到 就把它拖到了室内乘凉 调皮的花花想要出去 润润一下把它揽到了怀里 花花天生后脚掌外翻 润润会趁着花花放松的时候 给它按摩 花花舒服地享受着干妈的照顾 在两人短暂的相处中 润润学着妈妈的样子 成为了妈妈 不过润润其实也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润九一个叫润月 二狗润月吃竹子经常塞牙 完美遗传了润润搞笑女的体质 母子俩像是复制粘贴一样 现在的润润已经十一岁了 从挖美小能手成功逆袭成了白富美 看得出来不带孩子后 润润嚣张了许多 希望润润永远做个小朋友 开心快乐每一天呀